愛情小說嗎? 高竟說你追Rachel手到拿來 原來沒辦法,急著抱佛腳 刨書,抄桥 笑話,就不讓智慧過人 需要抄襲這種桥段嗎? 這倒是很難說的 你這個人算人度人,兄弟互相殘殺 爭權奪為你厲害 只要愛情這方面 說到愛情了,朕後宮三千 你也不知道 就是因為你後宮三千 試問你真的有多少個比真情 我說你,連他們的樣子都沒分清楚 根本不知道情為何物 我說你簡直是無情無義 好了,就當朕在這方面沒有經驗 雖然朕要做的已經做到足夠了 高竟告訴朕,她說女子最喜歡浪漫 上次我就竟然跟Rachel浪漫了 又是不行 你以為愛情這家東西等於煮菜煲湯這麼簡單 下足你一定煲得好 難道你的食譜有什麼高見嗎? 有求於我了嗎? 我儘管教你幾招吧 你需要知道你人才不夠出眾 說話不夠凌龍,手頭也不夠闊場 還有… 夠… 夠了 你說就說,需不需要這樣踐踏朕呢? 我四娘只不過直說直說 總而言之,現今的女子很矜貴 尤其是Rachel這件大家歸秀 要拿出心才能哄人家 朕在工作上經常跟她合作無間 稱得上無牌可擊 現在關於男女之間的事並非公事 你搞清楚吧 男女之間是要做一些關懷體貼的事 例如她生病了,煮粥給她吃 笑話,難道就要祈求她生病了 荒蠻嗎? 就算她不是生病 你偶爾也可以親手下傳 煮幾道菜給她吃的菜給她吃,對吧? Rachel平日喜歡吃什麼,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就算要煮,也要煮一些有特色 也不是到處有吃的東西給她吃 稱之為高椒 藥子複雜? 這叫頭期所好,對正下藥,你知道嗎? 朕上次跟她打完鞭 然後朕就告訴她 說朕以前吃過滿漢傳者 她好像很有興趣似的 你還想這麼多? 就親手下廚,煮過給她吃吧 更荒謬,朕彤彤是一國之關 你要朕為一個女子而下廚? 不行… 你還以為自己是一國之關? 就算你是 現在只是一個香港的陸南皇帝 朕彤彤是一國之關的好女子 如果你不好好珍惜的話 看來你也恨錯難翻 實不相瞞,朕其實連洗米也不曉得 我為人謂到底,最多我幫你手煮吧 那又不一樣的說法 若然你肯做朕的御廚 讓朕想一想 當日御廚煮給朕吃的滿漢 是用什麼材料才能… 水蛇春這麼長,還有沒得長一點 所以說你真是,滿漢就是這樣 一共的一八零八道菜 須時三日三夜 才能夠嘗遍所有的菜牙 雞皮沉龍,椰合花仁 一品官宴,鳳美帶群痴 還象骨如禽,金錢豹梨? 不過數到朕最喜歡的 也算是虎叩龍座,仙學背紅掌 百鳥朝鳳凰,便宜堂風 還有玉鑽猴子爐 你發完你的聰秋戒夢了嗎? 就算我告訴你,我會做這些菜式 愛護動物協會也告得我飛起 你老老實實,是不行的 就跟朕說,朕不會怪你的 你現在還要蹲你的皇帝盤 加上你落爛,別這麼講究 就算了,才能變通嗎? 變成還算是滿漢嗎? 這些不講究又不講究的做法 落爛也要落爛的主法 你不要再遲些 又說陪我一起買東西 查詢就全都賣光了 你聽我說 我一盒行人公事 第一時間就趕來 最多我幫你拿 來 不用管了 這種粗重的事怎麼叫你做? 不要 我免得你一會兒什麼都說我推給你做 我免得你手指腳,吃東西不做事 我免得你冤枉我 我免得你弄髒你的西裝 我免得你一會兒又要給你銀貨 還不得…你這麼快就不… 還不不,再燜就太軟了 朕的御廚說過 燜紅掌要燜足三天三夜 這樣才夠軟,夠入味 對,紅掌真的要燜三天三夜 但是這些是鵝掌,皇帝 你再不燜太軟了,整班都變焦了 那還死是鵝掌 那個獻執,朕的御廚也說 要燜成五個時辰,這樣才夠 整天都御廚御廚,又御廚很聰明 那你自己煮吧,我不煮了 朕不煮就朕不煮,你以為朕不懂煮嗎 朕不煮,你這麼不小心 我拿些金鍋給你擦來,好嗎 擦不擦藥膏,我拿些給你擦吧 那不就不用,這是小事 都說你的,你只需要吃的 你懂得做嗎?走開一旁吧 這些粗粗的東西都是我來的 怎麼樣… 我們這些雜母之人,喝油吃炭 都習慣了,只是閒事而已 總之你放心 這頓飯我答應你,一定好好看看 不會失禮你的 話說回來,你的人確實是一言九鼎 不用說了,我一言九鼎 答應你一定做得到 朕不是這個意思 朕的意思是說你平時朕說一句頂九句 我從這次這樣仗意幫朕 我為Rachel而已 看你吧,一頭都是汗 朕是怕你的汗滴在菜那裡 要這樣就真的找人吃了才行 你到底在做甚麼? 你先坐下吧,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很快,請坐 行了嗎? 好了嗎? 行了…我出去吧 你記住,待會兒從後門走,知道嗎? 你這種聲音 明明是打人家就不要和賞 朕不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你做這麼多事 莫非只是想給個機會朕而已 你沒理由自己一手破壞了 行了… 總之待會兒我自己走 記住,小聲一點 糟了 這就是你所說的滿漢全席嗎? 今時今日若然要做一個 十足十年前宮廷裡的滿漢全席 可以說是不可能的 所以現在我就做了這個小滿漢 讓你品嘗一下 小滿漢全席 小滿漢? 不好意思,我去洗澡 好 好,再見 再見 再見 你又幹什麼? 我留了眼睛 什麼眼睛? 金龍獻水嘛 拿著吧 還整個都不站在這裡幹什麼? 快點吧,Rachel在等著你 走吧… 這就是金龍獻水嗎? 金龍獻水,只不過是一個名稱 炸炊鮮,味道不差 還有,這一味本來叫做鮮學會紅掌 只不過聽聞現在吃紅掌就犯法 所以紅掌就變成了鵝掌 聰明 還有,這一窩原本就是鳳尾帶群刺 只不過只熬菜也要三天 我明白了,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魚刺就變成粉絲 魚刺可教也 讓我嘗嘗味道 怎麼樣?味道如何? 很好吃 謝謝 這些東西真的全是你煮的? 總之就用盡真心誠意 謝謝 謝謝 享受一下